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最近買了非常多的東西 因為剛好是歐美他們會出一些聖誕節組合聖誕節彩盤的時候 所以我買了很多的東西 那這支影片沒有辦法每樣東西都跟大家細細的說明這是什麼 我覺得它怎麼樣 只能讓大家瀏覽一下我最近買了什麼東西 大家如果對任何哪一個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做一個這個產品的review或者是示範 那想要看我買了什麼的朋友就去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樣是讓我最興奮最興奮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LORAC出的Mega Pro 2 Palette 他們家每年都會出,也不能說每年 第一次是從去年開始就會在聖誕節的這個前戲 出Mega Pro系列 就是這種 這麼多色 然後上面兩排是全霧面 然後下面兩排是全珠光的顏色 那去年的Mega Pro 1 它的量太少 非常的少很多人都搶不到 那我很幸運的搶到了 那今年的這個Mega Pro 2呢 量就變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這支這個彩盤也許還會有貨 大家可以去買 那接下來呢 是Tarte 在今年出的一個組合 我覺得Tarte這個公司 他們每年就是 Holiday的時候出的東西都是非常有誠意 他們沒有哪一年我覺得 你這個東西就是很敷衍啊很隨便啊 他們每年出的Holiday的set都非常的有誠意 這個是我買的組合 就是有一些亮片穿在外面 然後底部是金色的 是硬殼的這種盒子 然後有拉鍊可以拉開 那拉開之後呢 裡面長這樣 底下就是它的所有的眼影 上面呢 有一支他們家的睫毛膏 還有他們家的雙頭的刷具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攜帶式的 就是很適合旅行的彩盤 這個彩盤拿下來 裡面有一個鏡子 讓大家看這一盤 小小的彩盤的內部 就是有很漂亮的六色眼影 然後一個香檳色的打亮 一個修容 或是bronzer 然後一個腮紅 我覺得這個小盤啊 非常適合旅遊耶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而且他們家的組合 其實品質都很不錯 不會因為它是聖誕節的 呃...系列 聖誕節的限定版 所以就品質特別差 不會 接下來這個呢 是我最喜歡的 彩妝師之一 呃...Cat Von D Cat Von D出的 就是... Holiday的彩盤 讓大家看清楚 它的封面很漂亮 這應該都是它自己手繪設計的 這盤叫做 Mi Vida Loca 然後呢...它是用這樣抽出來的方式 然後呢...它是用這樣抽出來的方式 像色相環一樣 然後呢...所有霧面珠光色的數量都平衡得很好 內圈有很多就是大地色系 有一些霧面...霧面的打亮 有點珠光的打亮 然後霧面的咖啡色 霧面的暈染色 還有霧面的黑色 然後這一圈啊... 就像彩虹的顏色 那...像這個珠光的酒紅色 就很漂亮 其實它每一個顏色 都品質非常的好 不管它是珠光還是霧面 它這一次出的這個彩盤呢 裡面沒有...至少我自己覺得裡面沒有任何一個顏色是有問題的 因為它去年出的聖誕節彩盤裡面有幾個顏色 我覺得做的品質很有問題 可是其他顏色又很不錯 就是...整盤裡面品質沒有很統一 那這一盤真的是所有的顏色都非常的... 嗯...creamy 非常的顯色 非常的好暈染 這一盤我非常的推薦 這一盤呢...我非常的推薦 那接下來這個呢 是我每年...也不是每年 就是它只要出 我就會特別注意 這個品質我要不要買 這個是Smashbox 他們每年都會出這個Master Class的系列 他們去年的我就有買 去年的品質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今年的跟去年的比起來呢 今年的品質也很好 但我私心更喜歡去年的配置一點 裡面呢 就是像書五一樣可以翻開 然後裡面有一些紙的... 這是什麼啊?我也不知道 然後... 裡面長這樣 就是有四... 嗯...六個腮紅 兩個打亮 然後有很多的眼影 然後他們家的這個啊 是可以整片拆下來 這個也可以整片拆下來 然後有一個塑膠板可以保護它 名稱呢這次是...就是印在塑膠板上面 他們這一次的品質也是非常的好哦 可是他們不是每年的Master Class的... 嗯... palette我都會買 因為它有的時候 它有的時候 那他們的那個Master Class系列裡面 會有一些... 嗯...霜狀膏狀的產品 或是眼線膠這種東西 我就不會買 因為這種包裝 你如果是... 霜狀膏狀眼線膠這種產品啊 我不可能用得完啊 那它很快就會乾掉耶 所以我就... 不想要浪費錢 像他們Master Class 如果是全部粉狀的這種時候 我就常常都會買 因為它的品質 他們家粉狀產品的品質 真的是... 沒有讓我失望過 我是說... 我是說Master Class系列 Master Class系列 就是... 粉狀的品質都非常的好 好... 接下來呢 是... 這個... Lorac 這一盤跟他們家另外一盤 另外一盤的包裝很類似 可是這個是他們的二代 之前他們的... 這一種包裝 然後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是他們家的Unzipped Palette 裡面都是一些... 嗯... 比較帶一點... 玫瑰金... 感覺的顏色 那這一盤呢 封面就寫了 是Unzipped Gold 因為它是Gold 所以它裡面呢 就是... 很偏金色喔 尤其是底下這兩個 非常金屬的顏色 很金的顏色 然後有一些霧面 然後霧面的暈染色 霧面的深色 這一盤的品質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 因為它的上一盤就已經很優秀了 所以我就連下一盤都買了 好... 好... 接下來呢 也是LOREC的產品 這個 這個是... 這不是新東西 他們家出好久了 可是我一直... 一直想買 可是一直又... 又沒有買 又把預算拿去買別的東西 這次好不容易把它買下來 這個是... LOREC Pro2Go Palette 就是... 嗯... 就是像旅行方便用的東西 它... 包裝很奇特 它這樣打開有一個鏡子 然後裡面有... 上面三個是珠光色 然後下面三個是霧面色 然後呢 它的另外一面 轉過來另外一面打開 就有... Bronzer 然後兩個腮紅 然後它這邊都會綁一隻小刷子 這個是斜角的那種眼線刷 然後另外一面打開來是... 小小的眼影刷 然後它這個設計啊 兩邊蓋起來之後呢 它其實可以這樣 從中間分開來 兩邊的蓋子在這裡 所以你放在你的旅行包裡面 它其實不會很佔空間 也許是因為這樣它才叫 Lorec Pro2Go 就是設計來讓我們外出用的吧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是... 另外一個美妝的Youtuber Beth 他一直推薦我一定要買的產品 這個是 Kevin O'Kwon 他們出的Countour Book Kevin O'Kwon他們家的東西最有名 就是打亮和修容的產品 所以它這本Countour Book 它不只是讓你拿來做打亮修容 它裡面還有寫 我把它打開來 除了打... 除了這個打亮修容一些介紹之外呢 它這一盤裡面的顏色 你也可以拿來畫眼影 用來畫眉毛 用來打亮眼頭 所以它其實這本 是比較多功能的彩妝書 然後這一頁也可以打開 打開就有一個鏡子 那裡面呢 就是像這樣六色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有名的打亮色 有名的修容色 然後兩個深色 可以拿來畫眉毛 畫眼影 你要打亮修容也可以 就是... 這個是特別紅的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沒有這個這麼紅 但是也沒有這種 neutral的 類似陰影的顏色的感覺 然後上面呢 有兩個打亮色 這個是粉色的 這個是珠光白色的 那這一本它的質地啊 就是品質也是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這一盤呢 是一個大彩盤 大家看到包裝就會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Urban Decay 它每年都會出的Vice Palette 這一盤是Vice 4 它就是包包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就有今年的彩盤 包裝就是這種 它這個是雙層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這一片網子是立體的 它是有一點點小彈性塑膠的 然後可以摸到裡面那一層 所以它是雙層的包裝 然後用磁扣式的方式 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超級大鏡子 超級大鏡子 然後就會有 這些特殊顏色的眼影 那今年初的顏色呢 我先把這支刷子拿出來 有附那個雙頭的刷具 那今年初的顏色就是珠光色比較多 霧面色比較少 霧面色就是這些比較淺的暈染色 然後這個深色 這個深色 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些珠光的顏色 可是其實每年的Vice palette都是 裡面會有一些比較繽紛的顏色啊 比較有趣的顏色啊 那接下來呢 我買了三樣產品 是這個品牌 我從來都沒有買過 我之所以會買 是因為它剛好那個勞工節 有折扣 也不是折扣 就是有一些贈品 滿四十塊美金的話 它就會送一盤腮紅 羞絨達亮的盤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這盤其實我一直有想要買 但是就是有點猶豫 因為這個牌子Paul's Choice 他們是保養品比較有名 彩妝品其實還好 那我為什麼會對這盤很有興趣呢 因為我很喜歡一個彩妝師 叫Wayne Goss 這個是Paul's Choice和Wayne Goss 一起合作出的彩盤 那看名稱就知道 我很愛霧面色 我一定會對這盤有興趣的啊 這盤的名稱是The Nude Matte 裡面全部都是大地色 然後全部都是霧面的顏色 只有這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 珠光膚金色 其他通通都是大地色 然後有一個霧面的黑色 然後裡面有附一支扁刷 這種人造毛的這種扁刷 我覺得這一盤啊 乍看之下好像很無聊 但它的品質 我覺得有點太委屈 這一盤了 這一盤都沒有人討論 真的很可憐 這盤品質太好了 太棒了 霧面的眼影 然後非常的顯色 非常好暈染 每一個顏色都非常的實用 而且全部都是咖啡色 每一個顏色彼此之間都沒有很類似 很相近的問題 每一個顏色都非常特別 有不同的tone調 有些甚至可以拿來當成眉粉來用 這一盤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很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這一盤 因為這盤太少人討論了 我覺得太可惜了 因為這個品質 比我想像中的好太多了 以這個品質來說 我覺得這盤應該要有 有點名氣才對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也要湊到40美金啊 所以買了一個 我覺得我可能會需要的產品 這個是Paul's Choice 然後他們家的 這個雙色的 眉膏 然後有附一支 有附一支這個雙頭的刷具 然後 一邊是這個螺旋的 梳毛用的刷子 然後一邊是斜角的 就是畫眉毛的眉刷 他們家這個質地 比較軟 不像是Anastasia的那個眉膏 也不像MAC的眉膏 這個比較 比較有Wax的感覺 比較滑順 比較軟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出油 這款就不適合你 接下來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買了40塊美金 所以買超過40塊美金 所以他就送這個贈品 這是Paul's Choice的腮紅打亮修容盤 打開了之後裡面有面鏡子 然後有四色的腮紅 一個珠光的打亮色 然後一個修容色 這四色腮紅其實都偏粉色 連這個最橘色的顏色 其實他也是珊瑚色 有點粉色掉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偏粉色的腮紅盤 那因為買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會分成上下兩集 那上集就到這邊為止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想要看哪一樣 產品的試色或是review 或是使用上面的示範什麼 你們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掰掰